部分我们在云端上面其实也有 就是说论坛部分 论坛里面的话 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今天的话是第1 2 3 第3次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主要讲到有关那个 那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我们从一重逻辑 到两重逻辑 那个if嘛 一重逻辑 在else就两重 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话 就elif嘛 elif一直往下 那以后的话呢 只要逻辑判断 这个部分一定要熟练 那通常的话呢 也从两重多重都可能发生了 那其中的话 我们也用到一个判断BMI的范例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就是那个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特别出于 格式化到第几位有一个formate 点formate 那个也蛮重要 因为以后 你可能要格式化 尤其上小数点的第几位 很多时候都会用那个formate 那他有点像 在seal里面的那个按右键 就说格式 格式成什么 只是说那以seal里面 有固定的格式让你挑选 不过呢 在那个 以seal 这个python里面呢 可能你就要自己给他 你要的那个格式 比如说小数点到第二位的话 大部分都大瓜胡 有没有 然后里面先打个冒号 点2f嘛 那如果是整数的话 就d就不用点 就是直接大瓜胡 冒号 在冒号的右边 加个c 那如果是自串 就就s ok 所以以后的话 里面其实你formate 后面可以带很多个参数 不是只有一个 可以带多个 就是你一个自串叙述 里面大瓜胡 大瓜胡 大瓜 里面可以再给参数 他会自动帮你把参数 放到大瓜胡里面去 帮你格式化输出 成一个那个文字输出 这个可能要他会注意一下 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那个计算 那个面积的部分 那面积的话 我们有引用一个mass mass类别 类别里面有点π 那可以取得什么呢 那个圆周率 那你就不用用倍的 那另外的话 还有乱数产生 乱数的话 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我们会input一个random random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方法 叫random range 这可能要 也要熟一下 比如说你也可以模拟 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那个大乐透的 那个开讲程式 这怎么写 其实可以想想看 大乐透的规则 就1到49号 要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其实就是7个号码 而这7个号码 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 OK 所以你可以跑个回圈 可以跑7次 然后用random range 1到50号码 因为50是前一个 1到49号 那它会帮你产生 可是产生最困难的地方 其实就是不重复 那以前的话 VBA是可以用那个 就是你跑完 7个 如果有重复 就重跑一次 那我在云端上 好像有写VBA的程式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多一个 它有一个叫做 那个set set的话实际上 它就是 有个好处就是set 那个集合里面呢 它不会有重复的数字 所以也许之后我们再来讲 用set 比如说你丢 丢一堆 一堆值啊 它如果重复 它自动就把它砍掉 就是不会重复 那怎么做我想 你也可以先写写看 比如说 写一个用python 写一个那个 就是大乐透的模拟开讲程式 有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表示你应该 这个python的能力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工作上 生活上 如果尽量去思考 我想你会 写得越来越进入状况 那之后 如果你工作用 也会越来越得心一手 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 那个程式的第五个 第三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 一样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你去看一下 那个第三个单元 回圈这个资料结构 与制定函数 那这里面的话 就上个礼拜讲 就是一加到 一加到九十九 OK 一加到九十九 那写法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增加一个变数 叫上 预设值等于零 然后写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特别之后 以后这个in range 这个叙数以后 一定会不断重复出现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写回圈的话 那范围告诉他 for I I的这个词 通常是固定的 一般没事不会改 OK 然后呢 这个in range OK 在这个range里面的话 那后面记得 加一个冒号结束 跟那个if 逻辑叛号一样 最后一定要结束 叙数的话 一定要是冒号 然后呢 在累加 上等于上加I 或者上加等于I 也可以啦 上礼拜讲过 当然你写习惯就好了 因为我怕到时候同学 那个两个方法都记 最后都记不起来 今天还要熟练 然后累加之后把它输出 那如果这个地方有个变化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什么 像1.1 1.2 一直到2.0的话 这样怎么写 OK 请各位想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有几种写法 尤其是1.1 1的话是有小数点 那我上个礼拜讲过 小数点的输出有两种 我上个礼拜有介绍 其实应该有三种啦 不过我觉得记两种 当然就够 第一个你可以用run的函数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用format 所以呢 这边的话 也许如果变化题 想要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第一个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这边 把它新增一个 new一个什么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 也许的话 就是 比如说我这边 给他一个for for底线 也许我给他02好了 for02好了 OK 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呢 再把这个module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输出 那如果我要1.1 输出到2.0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 刚好 可以在这个放 而且呢 你会发现 他每一个输出就一次哦 所以你那个print的话 记得一定要写对地方 自动关掉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需要写一个回圈 可以这样 那尽量先可以不要看答案 看看没有办法自己写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new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呢 打开它 里面空的 那开始转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想一下 刚好是1.1 到2.0的话 那如果说呢 我们用那个for回圈来看的话 基本上其实 他后面的数字 前面的数字基本上都一样 至少是1啦 然后面的话呢 就是每跑一次就增加0.1 每跑一次就增加0.1 所以我们的回圈可以这样的 for i in range 1到10 其实到2.0的话 就到10啦 所以range的话 我前面讲过 这个数字是停止的 也就是前面那一个 所以1到10的话 你要写成11 接下来的话 把它直接print的 或者是当然你可以丢给一个变数 如果不丢的话 直接print 那如果你要print的话 后面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是每跑一次就print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应该要把print写在里面哦 我应该写在这个里面哦 写在这里面才对 那写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我要print什么呢 基本有1嘛 然后面的话就加上 每跑一次呢 就把它跟i相乘 所以第一次的话呢 1乘上0.1加起来就刚好1.1 然后第二次的话 i等于2的话 那就0.2 一直在一推 所以我们把它直接输出 输出的结果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当然已经蛮接近我们要的结果 不过到1.7 突然多一些东西出来 当然哦 如果说 我希望把那个小数点 当然一位也是一样 如果我要取到某一位数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至少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怎么样 真的把它四十五路了 那真的四十五路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一个资料的外面 或者在变数外面 包一个run的函数 这个做法跟VBA或其他语言 其实还蛮像的run的 RUND有没有 前刮符 然后一直到后面这边呢 逗点 看你要取到小院第几位 比如第一位 然后后面记得要一个后刮符 后刮应该是这里面 不过其实哪一边都一样 不过你只要 要记得啦 因为这个刮符有的时候数量不对的话 就容易产生错误 所以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用run的话 那你可以外面包一个run的 然后刮符之后的话 这边记得豆点1 然后再加一个后刮符 那把它输出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直接就帮你取到小数点 第一位做输出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我之前有讲过用format format的话呢一样 也许我们这个地方 一样再把它布置一个吧 然后如果我用format的话 我不要run 我把它恢复好了 这边的话就不要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用format的话 记得哦 format的规则 如果你有文字有字串的话 你就是先打一个字串 把字打进去 因为这里面我没有字 所以记得先双引号 大瓜壶 里面呢再加一个帽号 所以以后的话 反正你就记得这个规则 大概这样子 然后呢后面呢 冒号后面就是你要格式化 我们要是第一位就点EF 如果第二位的话就点EF 前面有讲过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如果以后假设要整数的话 就是这边变成D 这整数 OK 如果是文字字串的话是S OK 所以以后记得啦 format大概就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其他的话呢 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 然后点什么呢 点format 所以你就打一个点format 然后呢再把东西放在这个 他的刮壶里面 所以E加上那个0.1乘上I的话 把它刮 最后呢再加一个后刮壶 这样就OK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边的结果呢 算好之后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再帮你把它丢到前面 这个是一个格式的公式 然后把它做输出 OK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跟Excel里面 那个格式还蛮像 他不是真的把你事舍无路 而是只是表面上帮你格式 所以输出 看一下结果也是会是一样的 所以两个方法 Run跟Format 把它输出一下 OK 这个是我们如果说变化题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上个礼拜有1加到99 OK 所以1加到99 上礼拜讲的话 反正这个地方 加总结果是4950 可是呢 我们也一样再变化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加总的话 只有那个单数的13579 13579把它加总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有介绍几种 不过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单数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也许 如果你可以怎么样 他会加总的前提 是他怎么样 能够被怎么样 他能够 应该是person 有个person有没有 person的话就有余数 那如果除以2 能够于1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 那才加吗 比如13579 13579都是基数的话 那我这边当然可以 几个做法 一幅 if什么呢 if i的这个词怎么样 person 有没有 person的话就是那个 就是求余数嘛 person2的话 等于1的话 冒号 才去帮我做什么 做加总 所以特别重要 这边加总的部分 要把它下一阶 在if里面哦 OK 也就是多一个 这样的一个逻辑叙述 如果他 除以2的余数是1的话 那才帮我加总 加总结果 其实应该这边改成什么 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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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数的加总 假设我们把它改一下 基数的加总结果 所以其实哦 有没有 这应该可以看懂 偶数的话 当然就不明 这边把它改0 比较好了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那个 这个 2500 不过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更快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其实如果不逻辑判断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 在那个4回圈的后面这边 这个是出值哦 那这个是结束值 这边后面有个逗点 逗点的话预设是1 就是step step就是它的那个阶层 它相差多少的意思 那等等差嘛 所以差多少 预设是1啦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话 它变成什么 13579 24680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基数的加总 假如我不要在这边 加一个逻辑判断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在这边可以 再加一个step step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 结果呢 也是2500 OK 那哪一个简单呢 看起来好像加个逗点二 好像比较简单 OK 不过有些人对这个不熟的话 容易就会多写一个 但逻辑判它结果也是OK啦 只是说 有的时候如果有比较简单的写法 你尽量就找那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不要多写一行 多写一行 虽然结果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就是说 我们云端上我还有提到 有两个 就是基数的加总 我这边有提到 就是刚刚讲的 用那个person的方式 计算家 另外的话 在那个回圈里面叙述 还有两个 就是可以让你再多做一些变化 一个叫continue 一个叫break 不过我是觉得 continue说真的 我用的非常非常非常少 少到几乎完全 几乎很少用 几乎没有用过 为什么 因为continue意思是说 如果 这个地方 假设我要基数的话 那continue意思说 如果遇到是偶数的 这个continue 我是觉得白话意思 应该是跳过的意思 continue 跳过 跳过意思说 我就不执行下面这一行 而会怎么样 跳过目前的这个I 换下一个的意思 continue就跳过的意思 那其实 当然很多语言也都有啦 不过我觉得不好用 所以你知道 但是用得到用不到 那又另外一回事 OK 所以continue我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不是太重要 所以我就 每个人用的习惯不一样 也许你觉得好用 你可以试试看continue 也许你待会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把刚刚那个 基数的加种 里面加个continue 用continue方式来判断 就是怎么样 如果当他是偶书就跳过 OK 如果是偶书就跳过 这样好像有点 好像我的一圈 虽然结果一样 可是有的时候用continue 感觉好像会写出来的程式 那个阅读性好像稍微比较 所以我比较少用 就像那个逻辑里面有nut 那nut我也很少用 为什么 因为nut你要nut来 nut去 最后其实你连逻辑 你就会搞混的 OK 那再来有个叫break 这个break非常重要 break就是到那个地方就停 就跳离回圈 回圈就不要跑了 哪怕是他后面还有 那就停下来 所以如果说这个break 可当然常常常会跟那个快回圈配合 那复回圈可不可以配合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1加到99 可是我这边假设是1加到199 那当然我如果只要到那个什么 到99就停的话 那我可以加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 所以这边加一个if if什么呢 if i的词怎么样 假如说他大于多少呢 大于99的话 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帮我怎么样 break就好 而且你会发现 在clips还蛮方便 你打个b 他马上就break enter他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说他会一直跑 跑i的词 i如果跑到99 还是不会进 i如果到100的时候呢 他已经 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跳离 意思是说 虽然这个地方会跑到199 可是因为我加了一个逻辑判断 他就会在这边怎么样 强制跳离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执行 一样255 2525 那也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就加了 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该在跑 应该就是跑到199 所以199 有没有 他数字就不一样 所以多一个 那这个当然在一幅里面 比较少加break 当然在whire里面比较长 为什么 因为whire里面 你要让他当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就跳离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有continu 有那个break 所以另外我们有一个step 加一个step 加在这个地方 另外这个step 预设只是1 就是会一直增加1增加1 如果你二 另外的话 还有一种写法是负的 比如说我要越来越多 当然是正的 可是如果你加一个负1的话 你变成说 你的初始值 跟结束值可以颠倒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假如说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 我把它改为 假设初始值99 一直跑到多少 跑到1停下来的话 那应该输多少 输入0 他就1停下来 OK 然后记得 这边的话 记得要负多少 负2 OK 负2的我看 99 97 有没有 95 对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那个回圈里面 可以有倒过来的 那当然倒过来比较少 不过呢 还是蛮多机会 如果你倒过来 你也可以记得要能够把那个倒过来的回圈写出来 OK 所以这样跑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应该基本上结果也应该会是一样的 有没有 只是说应该没有人没事 会写成这样吧 OK 通常会写正向 不会写反向 反向的话 等于你又要再转个圈 那转个圈头脑又更痛了 所以尽量写还是写比较正常的写法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介绍了第一个step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逻辑判断 第三个呢 另外就是说我刚刚有提过 可以加那个continue 不过continue有少用啦 当然还是会用到还有break 最后这个step我想自己再加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再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出一个99层发表 那当然这个地方需要两个for回圈 两个for回圈 那当然呢 两个for回圈的话 一个是可能是for trade吧 一个是for i 另外一个for trade 可能要两层的回圈 那程式其实不多 四行我们看一下 知心 结果看到有没有 哎 ctrl 键加减 多小一下 哎就这样子 OK 那里面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第一个 前面这个的话指的是i 后面这个呢 指的是j 中间是串接 串什么 串一个x 等于把x当乘号 然后呢 结果的话呢 中间再串一个等号 然后并且的话呢 把i跟j相乘的结果 把它放到后面 啊这个中间呢 再串一个那个反斜线梯 就是一个定位点 table ok 然后呢就可以输出 啊等到这边的话 换行换行换行 啊最后其实只有四行程式就搞定 不过呢 你们可以想想看 刚开始写可能会写很多行 四行要解决一个问题 真的不容易 ok 想想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要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第一个 step step可以试试看 step的话就是 我们如果基数的加总的话 ok 那第二个的话 也许你如果不用那个step的话 你可以用 加一个逻辑判断 不过发现那个逻辑判断 相对的还是比较麻烦 因为你step 逗点二就可以了 啊再来的话 就是continue跟break 不过continue比较少用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 如果那个条件为处 continue意思是跳步的意思 就是让它换下一个 那个下一个词的意思 ness 其实就是跳到ness i的意思 然后再来就break 那如果这些都练习完之后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九九神八表